口是心非的小測驗 好 你口是心非的程度有多高呢 题目就是 公司午餐时间老板请客 你暗恋的同事负责收集大家想吃的午餐名单 你会 A 选最贵的反正老板请客 B 选亲时不想让暗恋对象发现自己是大胃王 C 问暗恋的同事想吃什么提议一起吃 D 帮同事一起收集名单帮他分担工作 怎么办 C 问暗恋的同事想吃什么提议一起吃 我是D D 帮同事一起收集名单为他分担工作 我也是C C 我也是C C 蛮多的 宇宙呢 宇宙 我会选A A 选最贵的 而且我会提议叫他一起选最贵的 一个人就尴尬 很多人就第一就不看 所以就均匀了大家都有 只有B B没有人选 B没有 那我们先看B好了 好 大家没有人选 选B 想选亲时 不想让对象看到自己的大胃王 你思考一下 今天是老板请客 不是我请客 那我呢 跟这个我喜欢的同事一起 然后去搜集大家的名单 那我重点会放在帮老板请客选 选吃什么呢 还是重点会放在跟这个我喜欢的同事之间的关系呢 这就是你的个性的表现关键了 选B的就是我怕他发现 所以这样的人其实他不太会表达 也不太会表白 更不敢表现自己的爱意 或者说对自己的自信不够 所以他口是心非的几率是最大的 那我来看一下 A 选A A的 是是最有技巧 选最贵的 反正老板请客 对啊 这个基本上口是心非的程度 也是有一点高 但是没有很高 原因是因为这个人 他根本就不敢跟对方去直接互动 说我有点喜欢你啊 或者我让你感觉我有点喜欢你 因为如果我互动 那连朋友同事都做不成怎么办 那不如去静观欺骗 看看他跟我 我提醒他说我们一起选规的 看他跟我的回应是什么 趁机沟通一下三观这样 对 对对对对 趁机放线去看看他怎么样 但我一个字都不要讲 对这种口是心非可能就三颗心这样 不是他 满分几颗心啊老师 五颗 五颗 也是偏高为偏高 偏高 至少你自己的话 你会想要拉他一起吗 是 对对对 还有C跟D 我们先看D 因为C是大家选最多嘛 对对对 第一帮同事一起搜集名单 为他分担工作 嗯 这是 思辰 思辰 果然是天秤座 通常选这一刻的人呢 是会想要走曲线的方式去跟他沟通 就是如果我直接跟人家讲也许会吓到他啊 那今天我们做事情的主轴也是不要忘记老板嘛 对啊 就不要就是因公而得私 这样好像也不好意思 那我这个同事怎么看我 好像我都没有认真工作都在唬烂 都在把妹 对很怕别人看自己就是看不懂 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一起搜集名单 然后为他做点事情 让他感觉到我的善意 那有善意先从朋友做起 然后再看看有没有机会 有机会再说 没有机会的话 我们就再从朋友 我从别的地方攻他也可以 总之就是不要我们直接 你会绕这么多道吗 我是没有想到我这么有就是战略性啊 心情算很重 好有战略喔 是因为这是你天生就有的 你天生就有的 这是其实一个蛮有智慧的状况 尤其是年纪大 有经验的人会特别用这种方式 他说你老了 男人 男人 看一下C最后 C大家都愿意选的这一个就是 其实我们一般人都会这样 就是我喜欢就自然而然表达 他既然跟他有机会一起碰面 一起做同一件事 那我何必要跟他绕道呢 我们就一起去吃饭啊 一起去聊聊天啊 就是趁机多一点交集 我觉得这是普通人都会有的想法 那这样的人就绝对不会口是心非 每次抓到机会就表白 嗯 可是应生跟那个小安多选C都还没有对象 这样子 哦 你在这样子吗 好 我就你们要好好把握 要赶快走出舒适拳 没有啊 展现你们的努力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关键的 努力 接下一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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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